兄弟们好消息好消息 三国之战略版官方宣布达成全球一亿玩家成就 怪不得前段时间5000区刚开服就瞬间爆满 落地就是承贴城 平时分散在各自主服还不太看得出来 一到整树区报子区全都出来凑热闹了是吧 那说到凑热闹 这次一亿玩家成就达成的这个热闹 兄弟们可千万别错过了 官方千亿金珠放送 没有套路上线就能领 活动时间呢是6月11号的晚上8点 开始到6月20号的晚上12点 参加后我们需要组成一个三人小队 类似于游戏内的同袍 此时每名队伍成员的角色编号后五位 会组成队伍所拥有的号码牌 若队伍号码牌包含以下中奖所需号码 则可获取对应奖励 在这里官方也给出了一定线索 等下大家可以来看老贼分析的对不对 第一轮线索 一亿玩家成就达成 只要号码牌中含数字1和0即可获得奖励 第二轮线索 三国之战略版 总赛纪数 注意这是两个线索 第三轮线索 五胜和三国故事 最后仅理奖 17号直播抽取一队 获得三国之战略版仅理大奖 好那第一档就不用细说 有1和有0就算 10 100 1000啥的都算 至于第二档就有意思了 前面说过三人小队 每人角色编号的后五位 也就是15位的中奖号码 结合我们得到的线索 三国之战略版 总赛纪数 五胜和三国故事 在这里老贼大胆猜测一下 三国之战略版代表我们游戏的开服时间 也就是2019年的9月20号 在这里对应2019 920 总赛纪数老贼记不太清了 不过从三国之战略版官方网站上能查询到的信息来看 S1到S3加上现有的所有剧本 应该是一共进行了17个赛季 在这里老贼的武将历程里也能对应得上 但根据老贼所知 前百区玩家的历程上应该都是20多个赛季 不过或许是计算了重复选择的剧本 在这里先按17来算 那么17个赛季也就对应数字17 至于后两个五胜和三国故事 五胜代表官宇字不必说 但是带数字的回幕 老贼有印象的好像就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一次 对应数字五和六 那这2019 920 1756也才11位啊 这还差四位数又是哪来的 老贼经常说自己三国没看完 这下凿了一波大的 容我去百度一下 不好意思让兄弟们见笑了 官宇的精彩回幕 美燃宫千里走单纪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兄弟们来了 五和六对上了 这千里不就是一千吗 再结合上第一档 有1有0就算的奖励 这15位中奖号码不就出来了 兄弟们快拿小本本记下来 中奖号码就按这个找 2019 920 17 10056 哎 等一下不对 这个千里走单纪里还有个单纪 那这到底算一千还是算一千零一啊 严格来说单纪就是一匹码 嗯 那没错了 宁可算多也不能算少 这里就按一千零一来说 那最终的15位中奖号码就是 2019 920 171 00156 至于总赛季数 老贼选择相信官方网站上给的数据 如果大家有争议 也可以去问一问 一区桃园结义的玩家 看看他们的武将历程里写的是几赛季 好了 视频的最后 老贼要舔着脸来跟兄弟们球组队了 虽然说这15位中奖号码里 我只占了一位 但是呢 为了这次大奖 还是要跪求两名 角色编号各占中奖号码 五位数的大佬收留 让我来组成头部 谢谢大家